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看着小姑娘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满带真诚 那双眼睛像是孩童的眼睛一眼就能望到底 没有丝毫遮掩 干净清澈 她忍不住抬手俯上她的眼睛 隔开视线 这么看着我还真是让人没法拒绝 温软浑身僵硬着站在原地 她看见继续抬手在她面前 条件反射地闭上了眼睛 接着温热的手掌就附在了她的眼睛上 过了一会眼睛上的触感没有了 她睁开来见继续已经把碗放在了洗手台边 转身去到餐桌旁 洗把 好像刚才伸手遮她眼睛的人不是她 哦 好 真的是 刚才为什么要突然做那个动作 跳得平缓的心 因为她的一个简单的动作 被扰得加快了起来 她转身背过几席 双手捧脸 啊 刚才那动作真是犯规啊 照见星星的她作者 隋猴竹 内容摘要 这是一个有太阳般暖暖向上性格的小姑娘 和一个看似冷漠冷淡风的专家医生的爱情故事 没有恶毒女配 没有什么误会 只有彼此相爱和信任与理解 超级甜宠的 温润冷清医生男主vs阳光拍浪纪录片导演女主 女主是编剧兼纪录片导演 男主是清冷戏主任医师 女主人称汤三哥 因为改编的剧本收视大爆但口碑极差 而在网上吸引了一批黑粉 为了调节心情 女主跑出去旅游 然后一个不小心摔断了腿被男主所收留 男主是女主同母义父哥哥的好哥们 年纪轻轻专业过硬 已经成了知名的主任医师 女主和男主因为男主的哥哥而相识 在相处过程中 女主阳光乐天俭然的性格吸引了男主 后来男主回国就任 女主为男主所在的医院拍宣传片 导致两人感情直线升温 宠住心非作者 宋九锦 内容摘要 娱乐圈为辅 恋爱为主 唇撒狗粮 男大女七岁 婚后文 宠宠宠 聊到腿软 各种宠各种田豪门娱乐圈的爱情 输出少女心 作者文笔很好 推荐 沈宇 薄柯染微愣 回过沈来之后 她伸手打开了门 一开门便看见沈宇高大的身子立在她的门口 你怎么来了 沈宇看着她 却也不说话 薄柯染不解 但是她这样堂而狂之地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 万一这个时候出来的什么人 被人撞见 那她可就真的完蛋了 她棒上大金主的事情估计全世界都要知道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她提着一颗心继续问她 沈宇宝唇动了动 刚准备开口 突然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听着声音像是剧组里的其他几个演员 薄柯染紧张地看了一眼沈宇 听声音像是越来越近了 再不让我进去真的要被别人看到了 沈宇的声音淡淡地响起 才我欣赏了娱乐圈 作者 辅思 内容摘要 现言小甜饼 女主逆袭之路 我们的目标是甜甜甜 甜出蛀牙 陆百言回到家里的时候 见十一正帮着横书插花 他在家时受的也是贵族教育 上流社会所推崇的那些 没有他不会的 插花这种小事当然难不倒他 陆百言站在不远处欣赏了会儿他认真的样子 然后走上前 挑了一小只物忘我跌在他的发肩 你回来了 见十一看见他 开心地朝他伸出手 陆百言顺势拉他起来 帮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鹅发 玩得开心吗? 见十一皱了皱鼻子 我可不是在玩 是在帮鹏叔做事情 在他被陆百言拉起来后接手花草 完成夫人为完成事业的鹏叔事实开口 夫人在插花仪式上很有天赋 见十一得到了肯定 有些小得意 听到了没有? 是 我错了 陆百言还住了他的腰 请问夫人希望我做什么来弥补自己的错误 他很不讨喜作者 宋九锦 内容摘要 女主是个当红花旦 男主是娱乐公司的老板 第二天既然给物业打了电话 物业很快就派人上来维修 季先生 不用担心 就是显示器出了一点问题 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嗯? 过了一阵 季先生 已经修理好了 你来看看 既然放下手中的笔记本走了过去 他调了一下监控视频 图像确实已经恢复成功了 他手指微微停顿了一下 想到昨天晚上那个坐在走到门口的女人 她调制到 找到手指的别人 你那个笔记本文章还没关上 在那口调子 优优优独立帖